婴儿成长到四个月大时 口水分泌量增加 家长就会让婴幼儿使用围兜 主要在幼儿流口水时可以吸收 减少因为口水造成衣物潮湿 而需要频繁更换 随着消费者使用需求不断演变 市面上出现各种材质的围兜 消息会就特别针对连锁药局及药妆店 复婴用品店及网络购买围兜检测 15件样品中有5件标示不合格 大家都非常重视我们的新生的宝宝 对于它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用的这些婴幼儿的用品 我们都认为要加强检测 所以我们特别针对婴幼儿用的 这些围巾来做一次检测 所以我们采样就在今年的2月份开始 在台湾地区采样 在2月份我们采样的这些项目里面 我们首先说15样产品里面 我们有13样是来自于确定是有地区的 另外2样我们买到的时候 发现它是没有注明是核地生产的 那么2件没有13件里面 我们发现是有9件是在我们的 4件在我们台湾地区产制 另外9件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产制的 那这是它的产品国别 那我们的从哪里来买的呢 我们一般分成实体店跟虚拟的这些网路购物 那么我们在这次里面呢 一共有8件是从我们的虚拟的 网路购物的管道取得 另外呢 我们其他的7件呢 是从我们全省各地的这些专卖 这些婴儿用品的店里面去购买来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把检验的结果 来跟各位来公开 那我们检验哪些项目呢 首先我们做的是标示的调查 其次呢是我们针对这些棉制品 纺制品或者是来自用一些细胶 塑胶材料做成的这些幼儿的围都 我们是进行的几项检测 首先是它上面都有些颜色 所以大家知道 比如说非常牵液颜色 它作为一个生产过程当中的 一些有机的溶剂介质呢 是检验以后重金属牵格的这些方面 这些残留的问题过量的问题 其次呢我们是先进行一些敏感物质 像能积分或者是 能够乙烯迷的这样一个检验 然后再来是多环方金的这个检测 那么这些我们特殊检测的 还有这些成分的检测呢 最主要是基于它制造过程当中 所使用的这些添加物 或者是制造过程当中 所使用的一些化学药品 那么我们要来检测它 到底有没有符合国家的标准 那在15级样品我们针对两个部分来做调查 和经验 一个是针对商品标识的部分做调查 一个是针对它材质的部分做经验 那首先呢就这个商品标识的部分 我给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们前面这边总共就是我们15级的样品 然后常常的漂亮的铃铛满目 各个世界各样的颜色都有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编号11的部分 它是没有标识制造日期的 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商品标识的 必须要标明制造日期 所以相对在选购的时候 要看看它的制造日期 有没有记载 那在编号10的部分 各位也看到编号11是很漂亮的一个尾灯 但它没有标识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老板没有标识厂商的名称 地址 电话 制造日期 生产国别 还有主要成分 所以说按照都没有标识 像这种尾灯部分 先为者在选购的时候 要变连购来 那在编号9的部分 它没有标识厂商的名称 厂商的名称是指 台湾部分的延长代理商 如果它标识国外的部分也不行 包括在台湾的代理商也要标识 它也没有标识它的一个地址 电话 制造日期 像这个编号8的部分 它是没有标识厂商名称 地址电话制造日期 标识3 这个是没有标识制造日期跟生产的国别 我们15件的这个样品 有5件是不符合商品标识法的规定 所以它不合格的比例相当相当的高 这部分也值得大家重视 再来我们针对材质部分做一些检测 刚刚董事长我们也讲了 我们做了几件的这个检测项目 包括这个 人积分 还有这个人积分巨洋以西米 它还有油力甲醛 中金属 它牵壳的一个容粗 还有多环方厅这四样部分 我们来做检测 因为这些都是可能对应用的 造成一些健康危害的一个物质 所以在因为我在洗护品的时候 要避免这些危害的物质 才能让保保安全更近一点 不合格的样品均购置网路 不过无论是实体或是虚拟店面 厂商出货时应检视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详述产品内容 让消费者对产品有所认识 而违规物质检测则是皆符合标准 所测的这些东西的话 像PH 这个是一个自然物 甲醛是个自然物 那人积 营养积 泥 以及它的这个分 代谢的这个产物 就是人积分 这个是一个环境荷物 这个环境荷物 所以我们一般在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CMR 在这一次的话有C就是Cancer R就是Reproduceable 也就是说生殖毒性 所以这次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尤其是对这个幼儿的影响是很大 那做出来这些结果的话 做出来这些结果的话 在PH的话 虽然是都符合标准了 但是我们这边只有去把它秀出来就是说 这个各国儿童用品 这个PH这个规范 要是去比较一下的话 我们国家的话的标准应该是在给大美用 不是给小孩用 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我们应该是还可以再跟国际同步 就是我们定标准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的人积分 人积 巨阳 李基尼的这一个 那我们国家的标准是还蛮高的是1000ppm 那我们有测到一个大概是160 那假如说看照国外的话 大概是要150 所以要是比照国际的这个标准的话 我们也是会有一件不符合标准 那中规原因应该是说 我们目前国家的标准 对于幼儿或是因幼儿 我们有很多是有单独抓出来 但是这个还没有 在我们今天所策划之间的这一边 所以这个也是建议政治这边 能够再把这个标准 再把它跟国际的同步 消费者在选购婴儿为兜时 肖基会也给出建议 我们知道对家长而言 每一个小孩都是他们的保费 那保高的安全是他们要对他们期待的 那像前面这么多种这个商品 我们建议消费者第一个是选购上的安全 商标识上的安全 要选购这个标识要齐全 尤其必须要像自商商的代理商 那如果没有商商代理商 商品有修分的时候 也是找不到对象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消费者建议是标识上安全 要注意 第二个因为像这种商品标识不合格的部分 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像这一次我们有五件商品标识不合格 这不符合这个商品标识法的 这里面有些只有一样的标识 或是甚至很多样都可以标识的 依照我们商品标识法第15条的规定 这部分可以处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发货 那第二个我们给消费者一个建议是穿戴安全的建议 那在选购的时候 避免这种小费线太多 或者是细线太多的 请消费者要注意 尤其是妈妈们 或者是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或者是望孙心切的这些祖父们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清楚的标识 要选购有清楚标识 才知道说货物的来源 以及有问题可以找负责厂商的这些对象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尽量的 大家知道很多有些是 或者要让色彩 或者是让一些线条更加鲜艳 做了一些染色 以及染色要复杂的界面 不用使用的一种容器 或者是介质 那么如果我们是 不要这么讲究这些图形鲜艳的验刷 那我们尽量选一些比较 减少使用这些有机容器 或者是一些介质的这些幼儿为多 相对的接触风险会比较少 这是另外一个建议 那对于我们在这一次检测 发现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仍然有这些违规的这些现象 我们会在事后 检据这些证据跟证件 我们会依请我们的主管机关 继续的进行查处 第二个呢 我们对于所发现到我们适用的法规 发现它是针对比较成年人的这个法规 但是对于这个耐受性比较弱的这些婴幼儿 如果已经有先进国家定出 针对应幼儿更严格的标准 那么我们会建议主管机关来修订 研定我们国家的法规 让它在成年人适用之外 能够有针对应幼儿所适用的国家标准 来这个修订 只有用这种方式呢 让我们现在越来越宝贝 我们现在国家婴幼儿越来越少 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健康 收到的环境呢 能够越来越友善 它用这种方式呢 来保护我们的这些小小的消费者 或者是年轻的父母 萧继辉也呼吁婴幼儿的耐受力不如成人 对其商品各国规范都越来越严格 政府与业者应以更严格的标准 来保护幼童的健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